我呢叫江兆玲是加入Waters也比较长的时间了 对我们的质谱技术 还有我们的一些做很多的检测的应用呢 都有比较长的时间的经验 因为全服化合物的话呢 它呢其实是一种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是全服厅类的物质 由于这种化合物呢 它有非常优异的热稳定性啊 化学稳定性啊 还有表面活性啊 输水啊 输油性啊等等 所以说呢 全服化合物呢 应用非常广泛 它呢是无处不在的 但是呢 全服化合物它有比较特殊的结构 因为有输水输油性 还有极强的物理化学的稳定性 所以呢 就带来了它在自然界中 很难进行主动的生物降解 并且呢 非常容易在环境啊 或者是在生物体中呢 形成蓄积 那累积到一定程度呢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危害 2009年的时候呢 全服吸引完黄酸 和它的盐类呢 就被斯德哥尔摩公约 列为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 公约呢 还要求各方停止 向环境中释放这些化合物 那后面呢 到了19年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呢 也就是EPA呢 也将PFOS和PFOA的 饮用水健康警告值呢 确定到了70个PPT 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 已有的相关的法规啊 首先看一下中国的国标呢 国标5749的生活饮用水标准里面 在2021年7月 release的这个版本里面呢 就将全服吸引酸 全服吸引完黄酸 列入这个其中 并且呢 两个的检测限量都比较低啊 都是0.08微克每升和0.04微克每升 在EPA的两个法案中呢 一个是2020年发布的 和2021年发布的两个法案中呢 分别规定了15种PFOS和40种PFOS的 检测方法 然后呢 非常荣幸啊 这两种检测方法呢 都是用的Waters的 ZeroTQ的仪器进行检测的 那这个呢 也是对我们系统的一种认可 那我们看一下 对于这个 应对这些相关法规的检测方案呢 Waters其实是有不同的产品 还有不同的前处理方案 进而呢 组成了整体的解决方案 首先呢 根据我们的要求不同 就是前处理不同吧 那我们可以使用 不同灵米度级别的这个产品 如果说 我们的前处理呢 是经过 SPE复级 可以是在线 也可以是离线啊 经过SPE复级后 我们再进行进样测试呢 这个你可能需要 适当的进行一定程度的前处理 对样品呢 进行复级浓缩 那我们就可以采用 常规灵米度的 我们的质谱仪器 在我们公司呢 这个型号叫做 ZeroTQSMicro系统 那用它呢 就能够满足所有的法规的要求 那如果说 我的前处理 就想简单一些 那我们就可以用 更高灵米度的 质谱检测的 传联四肌杆仪器 那比如说 我用直接的大体积浸样 就是我浸样量高一些 然后呢 不进行前处理 因为也是都是饮用水嘛 那我直接进去 那这个样子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我们公司的 ZeroTQXS系统 那它的灵米度呢 有相当高的水平 你可以不对它进行复级 直接检测我们的水里面的 全复化合物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们这个样品呢 我可以进比较小的体积 并且呢 我也不进行前处理 甚至我对它进行稀释一下 稀释一下的话呢 进一步减弱了 这个机制效应的影响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使用 超高灵米度的 质谱检测的仪器 那我们2022年 全新推出的 ZeroTQ Absolute系统呢 那它的灵米度 正负离子都能够达到 指标上的话 能够达到300万比1 所以说呢 能够满足我们的 全伏化合物的这个水样 进行稀释之后 小体积进一样的 这个检测方案的需求 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这几种检测方案啊 首先依据于法规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 适用范围是饮用水 或者地下水 甚至是非饮用水 比如说污水啊 废水啊 还甚至是一些固体啊 生物样本和组织样本 就应对于不同的法规 那我们呃 其实都可以用我们的 ZivetQS Micro系统来进行检测 那它呢 需要进行 SPE的样品 样品前处理 手段 对我们的这个 化合物进行 呃 机制的去除 然后呢 对我们的目标物 进行复集 那复集之后 进样体积 可以用常规的 实微生的进样体积 那呃 根据不同的呃 这个方法呢 它的呃 方法规定的种类 都能够很好的呃 满足这个检测物的数量 以及这些检测物 它在标准里面的 限量的要求 那对于呃 另外的一种 这个ASTM7979这种方案呢 是针对非饮用水的 它里面呢 包含了21种的全孵化合物 那这个的话呢 你就可以呃 直接进样的方式 不需要进行呃 浓缩啊 复集啊 这种的前处理 然后呢 可以把体积 进样的大一些 进样体积大一些 然后呢呃 我们的ZeroTQXS系统 可以完全满足 这个标准的 它的限量的要求 那呃 对于我们公司新出的 ZeroTQ Absolute系统呢 我们也新开发了 它的解决方案 呃 这个解决方案呢 因为它的灵敏度 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呢呃 呃 这个呃 前处理里面 我们是不需要 给它进行浓缩的 然后呢 我们直接对 这个样品呢 进行呃 对于我们的水啊 饮用水 或者非饮用水的 样品进行稀释 然后直接过滤 呃 然后呢 常规体积 实微生 进行进样 那现在的我们的解决方案里面是包含了呃 三十二种常规的PFOX的呃 这个化合物数量 那他们的灵敏度呢 都能够达到呃 零点几个PPT的这样的水平 所以说呢 根据各位老师呃 呃 你们对前处理的要求 还有就是呃 你们对这个呃 这个样品的 适用范围的需求 以及你们依从的这个呃 法规的需求呢 可以选择不同的呃 全面的解决方案 来进行这个PFOX的呃 含量的检测 那除了我们具有这个对于呃 非挥发性的全孵化合物检测的方案之外 就是这个法规要求的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些全孵化合物呢 它是挥发性的 那对于挥发性的全孵化合物 它前端的分离呢 用气象是更合适的 那我们公司呢 也是有这种气质质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这个气质质的离子源呢 叫做APGC的离子源 它跟传统的EI离子源不同啊 这个呢 是一种软电离的技术 是呃 通过电子的传递来 让我们的化合物呃 呃 带上电荷 那这个这个软电离的技术呢 就能够让我们获得更丰富的分子离子锋 呃 进而呢 我就可以用这个分子离子锋 定向的去获得这个分子离子锋 对应的子离子 所以说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呢 呃 我就可以有呃 更大量的 因为它不会把这个分子离子锋打碎嘛 那我就会有更大量的这个离子对 呃 响应更高的这个离子对 所以说呢 它的灵敏度呃 相较于传统的EI源呢 会更高 那我们用这个呃 系统呢呃 其实我们用Absolute系统 它的灵敏度会更高啊 那我们如果用常规的ZVTQS Micro系统的话呢 呃 使用这个APGC技术 已经能够达到ERPPT级别的灵敏度 并且呢 我们用这套系统 如果说我还要呃呃 去做RCMathMath的一些全浮化合物检测的话呢呃 呃 你这个离子元更换起来是非常的方便的 你一套质谱呢就可以拥有了LCMathMath和GCMathMath的检测能力 是使我们拥有了一个对针对全浮化合物的检测一个更完整的解决方案 当然我们的APGC离子源除了适合于我们的串联四级杆系统之外呢 它还适合于我们的高分辨系统 那后面呢我们也会说一下我们的高分辨里面的这个全孵化候物的筛查的方案 那我们所有的串联四级杆的方法 不管是我们的LCMathMath方法还是我们的GCMathMath方法 我们呢都有对应的Compedia数据库的分析包 那这里面呢会包含了我们不同的配置仪器 还有不同的这个标准 或者是还有呢就是我们不同的这个采集方法 我们的质谱方法 还有我们的这个色谱条件等等 那另外呢还有处理方法 那它整体的这一个方法呢 我们都放在了这个数据库的分析包里面 那各位老师如果是使用了Waters的仪器 在做这一些应用的话呢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或者是联系你认识的工程师 来获得这个免费获得这些数据库 一键导出成你自己的这个分析方法 那我们看一下呃对于PFOX的筛查的解决方案 那对于PFOX的高分辨的筛查数据库呢 我们也是有呃很很好的一个方案的啊 目前呢这个数据库里面有4700多种全浮化合物 这个是呃去年年底统计的一个数据啊 那其实呃在后续的呃这个呃不断的呃开发和发展之中呢 我们这个数据的话每年都会在增长呃 那另外呢我们这里面还包含了这个呃就是挥发性的全浮化合物的筛查方法 那这个挥发性的全浮化合物呢 我们就使用的是这种APGC的呃离子源跟我们的QTOF进行联用 然后呢呃来呃制作的一个库 那对于APGC和传统的EI源的优势 刚才我也说过了 因为它的呃电离模式 它的激励的不同呢 使得这个仪器的灵敏度会更高一些 那通过比较我们的呃这个QC样品 呃之前呢我们进行过比较啊 用EI源的灵敏度跟这个APGC源灵敏度相比的话呢 那APGC源它的灵敏度会提升几十倍 性造比呢会呃就是pick to peak的性造比 会在1500到3300之间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做筛查的时候 它的准确性就会更高 然后假阳性假阴性呢就会更少 那另外呢它的检测速度非常快 可以在30分钟之内就完成了所有的数据采集 因为APGC电离源它的流速是嗯不是有真空限制的 它是一个大气压的一个电离源啊 那另外呢我们这个筛查库的它的目标的话 和物的数量更多 因为它是筛查库的数量更大 可以同时完成几千种目标物的筛查 那我们用传统的这个Q-TOF来建立的这个筛查库呢 呃不可否认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呃挑战在里面的 因为p-force它这些化合物呢 我们都知道它会有一个很长的全幅支链 那它呃在在实际检测中呢 会常见一些机制干扰物干扰了它的检测 比如说呃这个T-D-C-A 它就跟P-force呢有相同的呃离子对 那它的离子对相同 我们只靠它的这个离子对进行检测的话呢 就容易导致正偏离 这样的话呢呃我们的离子坦度技术就派上了用场 那离子坦度的原理呢 其实就是呃我们的化合物进入这个躺度管之后呢 它会跟躺度管里面的离子呃 呃那个我们的离子会跟躺度管里面的气体呢 发生碰撞 因为呃我们不同的化合物不同的构型 它的碰撞的横结面积是不一样的 那碰撞的横结面积不一样呢 那它往前飘移的这个时间呢就会不一样 所以说呢就根据碰撞横结面积的不同呢 它就会有了一个呃另一个维度 就是挑移时间这个维度上面的一个分离 就像这个 那么我们就在挑移时间上面显著的看出了它的差异 所以说呢对于这种呃就有我们可以说是同分一构体的这种化合物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躺度的方式呃 以挑移时间来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呃 另外一个维度的进行确认 那有了这个确认之后我们筛查的这个呃 结果呢就会更加准确 那目前呢Waters的呃 躺度的高分辨质谱呢有两两款啊 一款呢就是Cynapt XS 它呢有一个躺度池可以呃实现这个呃 这个粒子躺度分离的这个功能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款叫做呃 Select Series Cyclic IMS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环形离子躺度系统 那环形离子躺度系统的话呢 它的那个呃躺度呢做成了一个环形的 环形呢就意味着它的路径就更加的灵活了 你可以让你的离子在里面转一圈 达到了你想要的这个呃 迁移时间的飘移时间的一个分离的话呢 那你就让它转一圈 如果一圈不够的话呢 你可以控制让它转更多圈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呃 迁移时间呢就可以有获得更好的一个分辨率 那对于我们有躺度功能的这一些呃质谱呢 我们就可以让它有了一个叫做躺度CCS值的 一个独立的定性参数 呃它呢可以就是主要是根据离子的化学结构 和三维构像来进行的另一个维度的一个分离 那我们呃所有的组分呢都可以获得它的母离子和碎片离子信息 还有呢就是CCS值 那CCS值呢又不受机制啊采集时间啊和浓度的影响 即便是离子强度很低 我们也可以获得到呃 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把CCS值作为一个定性指标 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筛查数据库 我们的软件里面 那我们在鉴定我们的目标物筛查的时候呢 就增加了它的准确性和可靠度 这边呢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呃一个PFOS一构体 它有两个干扰物A和B 那么对于常规的我不带躺度的这个QTOF系统进行检测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呃PFOS和这个呃 比如说这个呃PFOS和这个B呢 它的这个保留时间 还有它的呃离子对完全一样 那我们在筛查的时候 万一只是一个B 那这样很容易出现假阳性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给它使用这个带躺度功能的这个系统 然后呢用CCS值来对它进行区分 我们会发现呢呃 我们的干扰物和我们的这个PFOS 它的这个漂移时间呢 是完全不同的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呃 把各种的PFOS的同分一构体 和这个生物机制干扰物呢 给它在这个维度上分离出来 那我们通过数据呢 能够发现这些呃干扰物和我们的PFOS一构体呢 产生了呃大概两个毫秒的这个漂移时间的差异 非常完美的给它呃分呃分辨出来 然后呢我们筛查的结果呢就会更准确 这个呢是我们高分辨筛查的呃这样的一些应用进展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对PFOS进行空间分布的研究 呃对于空间分布呢 实际上就是要利用成像 质朴成像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那对于我们呃目前呃研究来看呢 我们用的呢主要就是DESI粒子源 DESI就是解析变喷物电力源 它呢是一个呃大气压模式的开放性的电力源啊 呃它的原理呢其实就是我的呃这个下面 呃一个载波片啊 我们的样品就样品切片呢就放在这儿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喷针呃喷针呢喷出来液滴 把我们的目标物呢解析附到这个液滴上面 然后这边呢会有一个传输管 把这个呃解析附出来的呃液滴喷雾呢 就吸到了这个系统里面 然后呢进行检测 那这个检测呢 它它是可以把整个平面上面的呃 所带的这个目标物的信息呢 通过我们的软件以图像的形式呈现出来 那我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 我这个呃组织上面或者我这个样品上面 我的PFOS分布在哪个部位 那哪个部位多一些 哪个部位少一些 这些呢都能直观的看出来 那这个呃 Daisy呢刚才也给大家说了 它的主要的一个工作的过程 所以说呢 它是可以把你表面的这个 呃化合物进行一个定性的 那结合我们后面的高分辨 呃你可以进行定性 那今年呢我们刚发布了 Daisy和我们的呃 TQ Absolute系统 也就是串联四级杆质谱系统 它的这个呃组合的解决方案 靶向呃质谱成像的解决方案 那这个我们还有专门的了定量的流程 所以说呢你是可以对它的表层的目标物 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的 并且呢你这个呃是不需要进行样品 前处理的你也不需要机制呃也不需要 你只需要把它切成片 然后放在这就可以直接进行处理了 还可以进行一个样品的动态的分析 呃我们呃你随切 然后随着在这分析都可以的 呃传统的手段呢 我如果说想要知道这个组织 或者是说这个化合物里面 有没有这个化合物呃 它含有多少 我们可能都需要对它进行呃融出啊 或者是呃提取啊或者是云浆啊 然后呢再去进行检测 那我只知道这里面有它在哪儿的 这个问题是回答不了的 那我们用这个成像技术呢 就很好的进行了回答 呃另外呢我们的DESI呢 是一个原位快速检测的技术 呃并且它是对我们的这个切片呢 是进行无损分析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切片在这边进行检测之后 你还可以把这个切片继续拿去去做电竞啊 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病理切片的检测啊等等 另外这个成像的分辨率呢 呃能够达到微米级的分辨率 很轻松的能达到20微米的分辨率 这个分辨率呃的像素水平呢 还是非常的清晰的 呃我们看一下在PFOS研究里面 有几个案例啊 这个呢是发表在2020年的一篇文章 这个这篇文章呢 就用DESY和高分辨质谱呃联用 呃他研究了一下呃这个八种常见的湿地植物里面 对于PFOA和PFOS它的吸收和传输效果 他用这个呃我们的DESY的这个电竞源呢 对根和镜然后观察了两种化合物在这个根组织和镜组织里面的分布 那我们通过这个分这个文章里面通过这些分布呢能够显著的看出来 他到底是在表皮复集的更多 还是说在这个传输的管路里面复集的更多 那他就能够为我们的生物腹集呃也为全服化污染物呃全服化合物这些在环境修复啊 还有在环境腹集啊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还有一些新的思路 另外呢就是呃对混凝土机制里面全服化合物的检测 这个混凝土机制其实在呃如果放到常规的检测方法里面 他的检测检测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你你不管是你要提取还是你要对他进行云浆 他他也比较坚硬嘛 然后呢呃提取也不一定能够提取完全 但是我如果说把它呃放到我们的DISI里面进行检测 我看一下他表面里面包含多少 他的一个呃表面的一个分布的话呢呃就非常直观 非常方便的能够检测出来呃 另外呢这个DISI呃我们也知道还有 我其实我们公司也有啊就是还有一种离子源呢 叫做机制辅助呃激光解析电离源就是猫底离子源 那这个呢也可以做成像 但是呢他是需要呃机制的 并且呢你需要你的切片非常的平才能进行检测 但是对于DISI来说呢你的这个样品哪怕没有那么平呃他呃表面呢会有一些凹凸 我们也可以对他进行无损的检测 那对于这个混凝土中的检测呢我们能够看到呃他能够很明显的从图里面啊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他的光学的信息 我们能够呃呃根据对照片作一个线性能够测到他的一个浓度 那如果说你使用了我们今年新发布的这个呃连TQ的把项成像呢 他还可以大大提高他的灵敏度呃 然后我们还有专门的这个软件来进行浓度的计算 那Waterless的方案呢 除了在这个PFOS里面以外呢 我们其实在食品啊 环境健康领域啊 我们有全面的分析解决方案 包括环境暴露组学研究啊 公共卫生啊 人群流行病学啊 还有组织暴露啊 还有成像啊 这些呢都有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那大家如果在相关的研究中有任何的需要 或者是说任何想要探讨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随时的联系和沟通 以上呢就是我所有的分享的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